那今天我們沒有新增的案例 不管是本土跟境外都沒有 那我們昨天 要求大概1月6號到1月19號的我們整個 一個回溯的管理 那昨天也跟大家報告過了 有三類的對象 一個是在這段時間出源的病人 那 有就是他不管是病人本身跟他同住的 家人 還有那個陪病者跟同住的家人 那再加上那個889在看病的時候 有接觸到的相關的其他病人 那全部都列 在居家隔離 那在裡面 在889 889跟890 那在他相關的一個足跡 我們今天也給他 想跟大家來報告 那就是在 這裡面 大概就是在1月19號 那昨天那個在10點到11點 桃園市 巴德區的大南市場 那5 那 5點40到 等於是17點40到19點50 在新上新港市飲茶 那1月21號下午的4點到5點 在全聯的巴德東永店 那1月12號在下午2點到3點 2點40到3點20 在 Muninu Bakery 這只有英文名稱 他沒有 這是一個麵包店 然後在 這名字還不好念 那巴德區天翔街102號 28號1樓 那1月13號上午10點40到11點半 在桃園區大 巴德桃園市 巴德區大南市場 現在大概在 在我們在問 然後跟警政 相關的一個路徑 的一個查詢 他目前是有這些的 路 對於相關的足跡 這個 這個 這是一個商業行為 商業行為 如果你問我 個人 但是公司可能會對我這樣的 講法 不是很滿意 但是我覺得這個好像那個 不太會好 你如果來問我 他倍數這2百倍 那可是風險可能 就是千分之一都不到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的效益就是2百倍 聽起來不錯 但是風險沒有那麼大 我們居家隔離的人 我們居家隔離跟居家檢疫的人 我們現在大概 加起來大概四十幾萬 那居家給那四十幾萬 大部分都是從 國外就回來的 那 那在本土的 其實是居家隔離為多 那1萬多人對2千多萬人 他的可能性就是這樣的一個比例 那不過能夠有這樣的一個保單 讓大家 就是說萬一被居家隔離的時候 那能夠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這也是一件好事情 那不過我還是要講說 當我們現在的時候 其實我們正遭受病毒的攻擊 那所以請大家也不要再繼續傷害 那都沒有意義 那我們在醫界醫護在第一線抵抗 這病毒的時候 那我相信全民能夠做醫護的後盾 那最好就把自己的防護做好來 這我想這段時間大概在互相攻擊 或者來比誰 比較有先見之明或者是後知後覺 在這段時間都沒有意義了 那事後可以來大家可以做一個好好的檢討 所以在我們這裡做 至於我自己也是一樣 我想 查那雅言 那有責改之 那務責免之 我們總是保持一個開放的心胸 那任何人要來檢討我 那這本來就應該 我們在負責這件事情 事實上它有很多的爭議 那很多的一些決策點 所以我去年就講說我身上也悲悶了 劍靶 所以我有這樣的一個覺悟在了 那也不會說 因為被射了劍就覺得有怨言 不過我還要呼籲說 我們現在的敵人是病毒了 那互相要來 討論檢討 我想可以稍歇了